阿西龟 阴头顶有红色条纹 又叫红耳龟 寿命一般在15到20年 如果你不想喝汤 养得好的话能陪你30年 所以不要相信它 可以把你送走 然后你在天上飞 它在地上爬 点别公母 母龟比公龟更加丰满有肉感 公龟前爪长 类似金刚狼 母龟尾巴短而细 公龟尾巴粗而长 这像极了没钱找人合租的我 天生的慢性子 缓慢天性 深深刻入了它的基因 一顿饭注定是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单独饲养还好 要不然以这哥们的吃饭速度 连闻的机会都没有 如何挑选 不介意饲养化妆的八七龟 挑选你心爱的龟儿子时 看爪子有没有受伤 尾巴是否完整 龟甲要选光滑圆润的 像这样会理于打挺的最好 习惯水中进食 和我一样 吃饭得喝点汤 要不然太干吧 属于杂食性动物 同居的小鱼小虾米 蔬菜内叶都是它的零食 这样一个便宜又不一样的猛丑 你养得起